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你很可爱 我分享你的爱 分享你的心爱 过去过了 慢慢感觉我的未来 9点赞 电影看完了 10点半就被洗澡了 在我身边 我不用穿越没人懂 你发现 永远不够有 11点 你快睡觉了 12点了 在梦里继续抖一下 悄悄地告诉你 我内心的秘密 朝下的我是太有福气 你是我身体里的始终 什么时空都让我太懂 你想我想的是错 我做的梦 陪着你 我会到每一秒钟 与你跨过爱情的时空 与你跨过爱情的时空 全世界的梦 朝着闹又长闹都没有 给你踏着梦 看时间掌握 你跨过爱情的时空 让你笑笑的是错 我做的梦 陪着你 无非老天的一秒钟 与你跨过爱情的时空 全世界的众 朝着闹都没有 给你踏着梦 看时间掌握 你是我身体里的一样 全世界的时空 我和你跨过爱情的时空 你是我身体里的始终 什么时空都让我感动 你身为真的像最后吹的梦 拥有你 整个世界都不同 与你跨过身体里的时空 全世界的重 朝朝闹又长闹都没有 给你帮着梦 给你推着梦 孤行 流暴 我们奔不开 世界来证明的梦 相爱 谢谢王兴林 其实我常常会接受很多的访问 然后每个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那坚持下去能够得到什么 其实我有常常会 不管在我的书里面或者有写过 或者是在访问都有说过 坚持一定是比你努力可怕的 因为努力呢可能 你没有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 你可能就容易放弃 好厉害喔 我的妈呀 你刚刚玩那个 好 可是当如果你真的坚持的意念下去的话 不管你今天的梦想跟目标 有多高跟多远 至少你坚持下去 它一定有可能可以 到达你想要得到的 百分之八十或七十 但是我觉得坚持 为什么会比你努力可怕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个意念是很可怕的 意念的跟坚持一样 我坚持下去 我相信有一天 不管多久 它一定会让我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觉得今天可以当到艺人 其实 当然跟爸妈有点关系 为什么我每一次要登台 很重要的场合的时候 我都会跟我爸 就是我会摸着自己的心 然后去跟我爸讲话 说你有没有在 你有没有来 你要帮我在这场演唱会 要保佑我顺利平安 然后一定要怎么样 嗨爆全场 然后甚至讲了一些 你知道 跟爸爸之间想要说的话 然后真的每一场下来真的 会觉得他真的在那个地方 在看着